北世界 2023年的大阪杯 16匹参截马入门 随时起步,准备 起步的时候,平排出门 快点近来档那边 妙哥北侨一队快点 中间金积棋起步都醒了 接着出来是摩天威斯 然后外档野田小子,赛普向榮 大外档北世界,接着上来磅磅无比 马群中间有很多马 看到环宇女者暂时在中间那堆 看前面,准备转第一个弯时 前面这么积棋,没风今日出租 很聪明,暂时带了头 北世界在外档慢慢停下来 暂时在外甸拍了第二位 慢慢向前走 贴着第三位,暂时是摩天威斯 他都守得了个好位,过几码位 接着野田小子上来第四位 接着磅磅无比北侨 接着赛普向榮 在外甸未来淺蓝衣 子母那一匹暂时是金磅冠军 在内侧是环宇女者 然后还有妙哥,绝技 在后的位置才看到热门 升映天下,尾五六之间 接着马,在后面还有魔族紳士 拍着他还有名剑 然后那一对还剩下的丁丁丁一匹 感成妙事,暂时脱折在尾 跑了800米 前面戴头,金戚暂时带得几顺 带着四分三马位 北世界在外甸拍着他 捕着第三摩天威斯 然后野田小子 磅磅无比守着第五帖蓝 还有北侨 中间骑着赛宝向榮 还与女者在第八位 外甸还有金榜冠军 淺蓝衣 后一点位置,内档灰马是妙哥 然后热门开始移出到 升映天下 拍着他还有绝技 扔出外甘感成妙事 吉典娜运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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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剑和魔族紳士 进队直路的时候 前面金戚棋放得很顺 暂时追她的野田小智 外面上来的马 暂时看到升映天娜 现在才找到位 最后百多米时 前面金戚棋放下又有点 追上来的野田小智 外甩是升映天娜 但前面金戚棋放顺了 现在是升映天娜 追她看看能不能追到 他追到第一名 金戚棋和升映天娜 拍照第三名是野田小智 结果今天没风 很难得 从头带到尾 还能追上戏 亦是这份马 看来今天第一次赢一级赛 有些机会他先到 他最重要是放在前面走 这是最佳的跑法 都很久没见过他这么聪明 说实在是赢了本仓之海 马连必胜 看看追不追到 但也要拍照 可能差一点 升映天娜 看第一下似乎骯一点 对了 出来的那步慢了一点 结果过中点 看来还是金戚棋到 看过来 这下差不多到线了 没错了 金戚棋到线 第二名升映天下 第三名野田小智 都跑得好 摄到一个好位 第四名应该是摩天威斯 全部单数 9、11、13 第四名应该是7 摩天威斯 对了 始终升映天下 关东过来的那些 吉典娜真的搞不定 在后面上回来也挺多 但没用了 太迟了 出来也挺大火 今天跑到有些车前倒后 看看又差一场热身 结果 金戚棋终于一级赛了 有进帐了 武峰 赢了今届大阪杯 是武峰的金戚棋 我们看重播 2023年之后 暂时还是名剑和魔族纣史 进队直路的时候 前面金戚棋放得很顺 暂时追她是野田小智 外面上来的马 暂时看到一只星影天下 现在才找到位 最后百多米的时候 前面金戚棋放下又有点 放下又有点 追到上来 野田小智 外当是星影天下 但前面金戚棋放下 现在是星影天下 追她看看是否追到 他追到第一名 金戚棋和星影天下 拍照第三名 当地那边 投二名还在拍照 但如果看刚才的线 应该也是金戚棋 还挺大距离 暂时还未出现 排第一名是9号 金戚棋 独人派44.5 位置派20.5 排第二名是11号 星影天下 位置派14元 排第三名是13号 野田小智 位置派92元 连人位9答11 派117.5 二重彩9号11号 顺序 派274元 三重彩9号11号 13号顺序 派5148元 但帖11111元 位置Q 9答11 派51.5 9答13 派233.5 11答13 派240元 排第四名是7号 墨田卫士 四十四个半 金戚棋 比日本多一点 都要赢 没有封 又赢了 大阪杯 四连环预计派出了 7号9号11号13号 派4493元 四重彩预计派出了 9号11号13号7号 顺序 派79397元 好了 向外赛事S11 福榜完不派 彩作实 位置Q 9答11 派51.5 9答13 派233.5 11立13 派240元 二重彩 9号11号顺序 派274元 四连环7号9号11号13号 派4493元 四重彩 9号11号13号7号顺序 派79397元 派79397元 升负他们头二马一个备位 二三名马就马顶位 赛事时间就1分57秒4 过去 10号11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